全面抗战开始时 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 主要是在山区建立根据地 后来也进入平坦的河北平原 建立了广大根据地 过去一往山地打游击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 然而在六万平方公里的冀中平原上 没有任何屏蔽 交通便利 轨子的汽车 摩托车和骑兵 能够迅速机动攻击 抗日军民在进行游戏战的时候 如何有效保存自己 就成了一个大难题了 富饶的冀中平原从1938年以后 一直是华为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粮仓 加上它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抗日武装发展迅速 几年间都成为日军的心浮大患 过去日军实行扫荡 一般是分路进攻之后就撤走 港村宁寺上任之后 为了彻底摧毁 冀中八路军主力 把冀中根据地变为治安区 在1942年5月 他亲自指挥5万日军 配属5万伪军 对冀中进行了两个月的残酷的五一大扫荡 5月间正是平原地带青沙障 所谓青沙障就是溢于隐蔽的庄稼地了 还没有涨起来的时候 日军就以大量汽车快速机动拉达瓦 普多八路军部队 经过残酷激战 八路军冀中主力部队检员将近一半 剩下的人多数向西突围 留下的分散隐蔽 根据地大步沦为敌战区 部分变成游击区 抗日积极分子被大批屠杀和抓走 造成了冀中平原无存不带孝 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情况 日军扫荡结束后 还留下大批兵力分散助手 到处修建据点 出现了出门建炮楼 白天很难活动的严重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 地道战的发明和推广 就解决了平原游戏战的阵地依托问题 地道最早起源于老百姓挖的藏身洞 人们称之为哈马顿 不过它一旦被敌人发现 藏身的群众就无法逃避了 后来老百姓把一个洞口变成了两个洞口 敌人发现一个洞口 动作人员可以从另一个洞口转移 这种藏身洞只能隐蔽和防御 不能打击敌人 经过1940年到1941年的斗争 抗日武装对这种地道加以改进 把双洞口继续加关加长 左邻右侧的地洞互相挖通 一家连一家 一户连一户 到1943年集中抗日居民 依靠自己的意志和智慧 建成了绵延长达1.25公里的地道 长度超过了万里长城 形成了一座真正的地下长城 创造了地道战这种斗争形式 平原上就可以埋伏神兵千百万 地道内部结构非常复杂 又非常科学 里面储藏有水 有干粮 有被褥 有灯火 甚至还有厕所 可以尝试生活 地道口还有土堆和木板 敌人如果放水或者释放毒气 可以迅速把地道口堵住 地道还可以通向野外 也可以通向村内一些制高点 而且通常都设有射击孔 瞭望孔 形成了能藏能打 能防毒能防水 可攻可守 进退自如的战斗地道体制 面对地道网形成 当时日军就感叹了 冀中是两个冀中 地面上一个冀中 地下一个冀中 地道形成之后 日军的扫荡就无可奈何了 有一个村子仅靠32个民兵 和17支武将 以托地道和上千敌人周旋了13个小时 仅仅以牺牲一个人的代价 避伤敌军70多人 使敌军最后不得不撤退 地道这样的工程修筑 全靠动员人民 家家呼呼参加 人人动手 可谓人民战争的典型范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